大家好 我現在在這個彎仔地跌淡 究竟去哪裏呢? 就是去這個諾富特世紀酒店 現在就會去這個A17口出 走過去 好 我們待會出去再跟大家見面 好了 我現在在哪裏呢? 其實走在酒店的前面 酒店在哪裏? 就是這裏啦 好了 現在去Check-in 本來打算進去Check-in 怎麽知道 經過兩個門口 都是同一名運載點 都是入口關閉 變了現在又要繞回去後面另一邊的入口 好 現在就是 好了 我現在直至進來了 要去Check-in 這間酒店雖然叫做四星級酒店 但你見到它的裝環其實都很美 每個大堂其實都相當見得人 看上去都相當大 還有一條樓梯可以上到一樓 這個裝修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這個大堂也是很新的 這裏很明顯見到就是剛剛裝修無奈 現在剛剛就Check-in 現在準備上樓了 這裏很有趣的 本來我們安排就是16樓的房間 因為這裏有很多包裝 包括我這裏也是 是3點鐘Check-in 變相我現在3點鐘來 原來我 給我的房間 剛剛Check-in 變相就安排不到給我 變相我現在要住低六層 去到10樓的房間 快點找一下房間 就出升降機的延戶手邊 就這樣看這個酒店房間的一條走廊 都OK的 又不是說太過殘舊 那遲些都是應該有些新正的 那你1022號幾乎去到尾房 好 現在進去 那一進來就 先看一看那個衣櫃 那衣櫃就有拖在一對 那衣架 OK啦 有6個左右 在門口的左手邊 跟著呢 就看看這個浴室 那就站乾 基本設施都有的 都不差的 那它呢 有淋浴 有 然後呢 看看它有些什麼設備 好 那它有4隻洗髮水 沒有浴露 護髮素 那些都齊齊了 看看看看還有些什麼 沒有櫃筒 沒有櫃筒 有啊 這裏 封筒 這個紙巾 然後呢 有說那些個人護理產品 就在床邊 好了 那我們出去看看是不是 那現在這裏有個櫃筒 沒有東西的 會不會是這個櫃筒呢 都是沒有 哦 在這裏 結晶了 就在床頭頂一邊櫃 浴帽啊 狐狸裝置啊 梳啊 那些等等 雅膏啊 刷都在這裏 那這裏 比較特別 住這麼多次酒店 都是第一次見到 是放床頭的 那好了 那這邊呢 就有一張梳化仔 那有一個直角 一個閘角 那其實一眼看完 那房間又不是說十分大的 那但是呢 它有趣在呢 它有一個這樣的閘角位 那這個閘角位呢 那就不知道怎麼用 放東西也可以 放行李 或者去下來 那這個設計 就有些 古怪的 好 那就有一張書桌 連同那個電視 就起了窗邊的 那這個view呢 老實說 就真的不要想著 會有什麼驚喜的了 這間酒店 因為始終是這個市中心 那我想應該住高層一點 可能會看到一個海的 那這裏 這個單位就沒有了 這個房間 那就不要緊了 我本來之前都說 有個無謂的堅持 就是住一間酒店 都要住海經房 但是 不要緊了 那真的沒有了 那好了 那有些什麼呢 普通插收 但是好像沒有USB頭 有有有有 是不是呢 在這裏 啊 在床頭那個鐘那裏 那就沒有東西了 好了 那大致上呢 這間房間的 介紹就差不多了 那我想這間房間 都應該不算小啦 但是大就沒有去份了 那我想其他房間 也會有些不同的 我們這張房間呢 不嘗試太古東魚酒店那張 又是好像木 又是木 成張木 那出去周圍走 走了一個多兩個小時呢 回來又可以吃這個 夜晚的自助餐了 好了 那究竟這裏有些什麼 食物呢 我現在跟大家走一次 這個Buffet Tour 啦 3 打 governor 再開umbling 2 來 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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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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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